台湾北部 有一片海岸 每当春末夏初的季节 沿岸的礁石 会从褐色转变成绿色 人们称它为绿色海岸 或绿石草 老梅是一个全仆安详的小村落 位于老梅里的绿石草海岸 则是全台唯一的特殊景观 每步伸收 绿石草在地理林词中 应称为潮沟或海石沟 这些排列整齐的石草 是由于大屯火山爆发后 移留海岸边的火山胶岩 在波浪长崎冲刷下 质地松软的部分被侵蚀 留下较坚硬的部分 而形成沟槽 超级标烧地松软的部分 在抓住水上 和海岸边的分析 一分钟 颜色稳青 江岸边的部分 阻碍 在海岸边的涓口 看到海岸边的海岸边的部分 褐色 冲守 假、「海岸边混合 在海岸边的海岸边的山西上 远ussia 里面的位置 赸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特殊的石草地形景观 在冬季东北季风盛行时 浪花自认了石草的颜面 也开始自身石醇 猎片石醇和扁尸发等绿色的海藻 等到四月份东北季风渐渐减弱 石草上就会长满一大片绿色的海藻 也形成了令人惊叹不已的 绿石草海岸景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丽的绿石草景观 只出现在每年的四五月份 随后 海藻就在夏日阳光曝晒下 而逐渐消失 这段短暂而美丽的季节中 经常吸引来自群台各地的摄影爱好者 来此捕捉美景 近年来 在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踩踏下 绿石草景观是逐渐面临生存危机 如果持续下去 那么在未来 绿石草将有可能成为 绿石草景观是一个 绿石草景观是一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